台湾疫情指挥中心今天证实 世卫组织一名专家与法律顾问 昨天透过电话接卡台湾 说明全球疫情简报 台湾则分享了防疫经验 并提出希望台湾的专家小组 能够参与WHO更多专业会议和场合 对方没有立刻答应 分享我们过去所做的许多事情 以及我们目前的疫情的状况 也提供给WHO的专家参考 他们当然对我们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奇 了解说我们做的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是怎么做的 包括我们目前的个案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状况 有没有本土的传播的一些状况等等 也都有一些意见的交换 在那个疫苗研发的专家小组 会议里面我们也有机会有专家可以参与 那不过当然他们有立刻的答应 那是表示会再带回去演艺 张上纯说 我方表达希望多参与WHO活动 对方没有立刻答复 张上纯说 很难经由一次对话 就让彼此有更多认识了解 希望有更多参与 陈时中表示 WHO以前都看不到台湾 现在终于看到比较愿意跟台湾有些对话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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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